在今天全台灣是一個炎熱的天氣 戶外活動 你一定要防曬 一定要補充水分 因為太平洋高壓勢力 籠罩在台灣的上空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明天 好天氣之下 各地要注意什麼了 第一個你往北走 要注意哦 溫度比今天還要更高 會到達37度的高溫 所以戶外活動 小心不要中暑了 那溫度形態來說呢 到了南部地區也是溫度高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南部的紫外線 明顯的偏強 都是在那危險等級 所以你往南走的朋友呢 防曬的工作不能少 高溫炎熱的天氣 持續還有三天的時間 包含就五六日這三天 不過你到了高山去旅遊的話 要注意的是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晚上的溫度仍然在10度以下 像今天清晨 玉山只有5.8 到了阿里山也只有11度 所以呢 溫度形態來說是晚上的 海邊風浪小 這風浪大概都只有在 三級到四級的陣風左右 所以風浪小適合海上活動 但是你一定要特別注意到安全 因為雖然風浪偏小 可是海底下的狀況 常常我們看下去 看不知你下了去 才發現到下面有危險性 所以提醒大家 再來的週休假期 上山下海都要留意了 禮拜二的時候 高氣壓開始減弱 五後真雨開始要增多 我們就來看一下真實色彩的雲圖了 這一張雲圖當中可以注意到 在傍晚的時刻 北台灣的山區部分有雲層 中台灣的山區零星的雲層 南台灣也只有局部的雲層發展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整個平地的部分 基本上來說都是天氣晴朗 五後真雨的量來說非常的少 只有在局部的山區有一些發展 接著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最重要台灣的天氣穩定的原因 就在於太平洋高壓勢力 整個開始往西的方向伸展 目前來看 這一波的高壓增強的時間來說 從今天開始增強 到了禮拜五六日 這幾天都是偏強 禮拜一的時候開始減弱 星期二減弱的幅度變更明顯 尤其當週二高壓減弱之後 我們的風向開始有一點偏西南風 五後真雨在西半部地區 都會明顯增多 接著來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太平洋高壓勢力正在往西伸展 炎熱晴朗的天氣 就來看看溫度的預測 先注意到外島地區都是天氣晴 只有在澎湖倒是午後 有點零星的正雨狀況出現 台灣本島部分天氣晴朗之下 高溫北部三十七 中部三十五 南部三五 但南部地區的山區 有點午後雷正雨 東半部地區也是好天氣 小丁臨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重要一點炎熱的天氣 戶外活動記得補充水分 還有戶外陽光牆 好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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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這麼 加速保佑 我把洞廠 在這裡 拔了